我们躺在地板上做会有三个动作 那所以呢 最好就是准备一条绳子 或者是 你如果没有这个专业的瑜伽绳 你也可以有一条大的毛巾 长一点的 现在不是有那种长的运动的毛巾吗 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你绑垃圾的那种 就是一圈圈的那个 塑胶的那个绳子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有绳子就好了 能够hold住的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是我们要先躺下来 那怎么躺下来呢 就是你的臀部贴着那个墙壁 然后手肘弯曲 一转就可以躺下来了 70岁的阿嬷就可以很俐落的躺下来 然后脚跟稍微 稍微那个靠着墙壁 你就可以移动 让你的坐骨贴着墙壁 坐骨贴着墙壁 后背贴着地板 好然后开始就是开开 那如果你觉得 哇 这样你的脚弱就不择了 我们就把这个绳子啊 稍微收一点 不要太紧 没有两脚不用并容 但是你让你的脚刀 就内脚跟去推这条绳子 内脚跟推这条绳子 你就看到你大腿内侧就会启动了 然后后脚跟就放着 就是这样子 这是应该是讲说暖身 所以大腿已经启动 看到我只要内脚跟推 我的膝盖 有看到那个大腿内侧 膝盖内侧就会有紧实的感觉 好第一个动作这样 我们稍微停个 你数个差不多30秒 让你的腿启动以后 再开始 把这个绳子再放松一点 这个时间当然 你随你自己的 那个你可以的 就再把它打开一点 还是一样套在脚刀 还是一样用内脚跟去推这条绳子 推开 看到没有你的膝盖内侧 大腿内侧会上提 我们会退化的时候 是因为膝盖这里塌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让它上提 让大腿内侧的肌肉也能够启动 是QQ的 你看你摸摸你的阿孙的那个肉肉 是Q弹的 再摸摸自己的大腿 有泡泡这样软软 所以也要让我们那个小孩的肌肉 在我们的身上再一次启动 所以你看那个 75岁的奥医生也可以这样 好然后再来 这个宽已经有一点被打开了 之后呢 你就会再继续 再打开 你的后侧前提都是 你的后侧都要贴墙壁 还是要用内脚跟去推 看到没有 肌肉启动了 然后你这里宽的内侧 也会慢慢有感觉 就是你随你可以的 慢慢的把这个绳子变宽 变宽 然后甚至于再宽一点 好就是 你就再宽一点 好然后宽到 你就说好 停在这里 你自己觉得说 你的腿已经 在抖了 发抖了 就是你的肌肉启动了 不要怕 你的腿后侧 一定要持续的去贴墙壁 然后不要让你的腰推起来 看到没有 这是 这种骨盆已经在前倾了 就千万不要 你的坐骨依然贴在墙壁 腿后侧 大腿后侧 依然贴在墙壁 但是不要用小腿去贴 你是要用这一段的 大腿 骨头 去找墙壁 你这一段骨头去找墙壁 你就看到你脊椎上蹄了 它会有反应的 我们身体也非常聪明 然后这样做完以后 可以回到刚刚的 你就把绳子解开 然后用刚刚的 一样后脚跟底的墙壁 然后大腿 这一段骨头去找墙壁 你的脊椎是上蹄的 接着下来我们试试看 脚掌相贴 那这个脚掌相贴 你的 你的那个 髋关节的被打开就 更有感了 如果没有办法抓到手的人 手没有办法抓到脚 你就用条绳子 所以我不要你一次 把你的脚跟拉到你的鼠膝 不用 你只要用两个脚跟互相推 看到没有 我的脚跟互相推对方 脚跟互相推对方 我的膝盖慢慢就去找墙壁 脚跟去推 是这里的工作 这里工作这里会被打开 这里大腿内侧会被打开 膝盖内侧会被打开 所以他因为被打开 所以小腿就会慢慢去找大腿 不是我们去拉他 是因为这里工作了 这里脚跟互相踩 这里被打开打开打开 看到没有 我的脚跟慢慢靠近 我的鼠膝的地方 好然后接着下来 你休息一下 这个时间真的是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是讲 你数12个呼吸 在你的 这个动作会在你身体留下记忆 但是如果你只能停留三秒钟 只能停留三个呼吸 你就三个呼吸再来 所以可以切断的 你不要勉强 好接着下来继续脚跟踩 然后我们再继续加码 把一条腿打开 好一样的哦 你的你的那个脚跟互相 我这脚跟还在踩 我现在在踩脚跟互相踩对方 踩完以后这个脚跟还在踩 这个脚跟也在踩 就是你在你的脚跟在踩 你的大腿就会一直 肌肉就会一直梳醒的 然后再回来 就是你可以两个脚交替去做 这就是开宽 如果刚刚开始练习 你就这样靠墙壁做就好了 很舒服的 然后接着下来试试看 这样子贴完以后 你把脚稍微推墙壁 身体向后倾 脚掌相贴 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手从底下去抓你的脚踝 然后脚跟互相推对方 当然如果抓不到没关系 绳子就套在你的脚背 然后好 你还是一样从底下去抓绳子 因为这样子做 你连胸都可以被打开的 所以脚跟互相贴以后 你让你的肩膀的内侧 就是你的夜窝提起来 让肩膀外侧贴的地板 这里你的夜窝提起来 大臂内侧向外转 胸就会被打开 你躺在这里 你躺着就可以被伸展了 然后放松 侧向右边 慢慢上来 如果你觉得 我这样做已经很够了 没关系 你就把它躺 再向前躺直 休息一下 就是等于你一个set做完 一个大休息 刚刚那个动作 如果你觉得我躺在地板上 我腿没有办法贴墙壁 有一个变法 就是坐椅子 任何椅子就好 你家里有椅子就好 但千万不要有轮椅 不能有轮子的椅子 就是这个椅子是要固定的 然后当然最好 这样子是你比较安全 有一个把守 没有的话 这个也都可以 反正椅子就不能动就行了 然后还是一样 跟刚刚一样 两腿微微打开 然后脚趾头 直骨头 脚的骨头 一定要在墙壁上 不是脚尖 直骨头在墙壁上 脚跟在地板 然后你的脚跟 跟椅子骨头一起推向墙壁 看到没有 膝盖大腿就上提了 肌肉就紧起来了 然后一样手在这里 你臀部 你的手在臀部的后侧 顺便开胸 就大手臂的内侧向外转 胸液窝就会提起来 然后也是停 停个 你12个呼吸 如果觉得还可以 你就弄个20个呼吸 好 那如果不行 你就6个呼吸也行 还不行 三个呼吸也是可以 有动就好 然后接着下来 手臂上举 还是一样 脚跟一直踩 大腿上提 好 然后向前 向前的时候 你看你的髋关节 就会有曲曲的功能了 但是不会很大 你绝对不能变成这样 这里没有叮当 但是你用后背 这个是后背 下背会受伤 所以脚跟要一直不断的踩 大腿要一直不断的上提 然后从你的腹部 向上 向前 这个你的髋关节 就有向前弯的 那个伸展 前面向前弯的 曲曲的那个动作 好 也是停一下 就是你要让你的脚跟踩 然后大腿上提 腹部上提的向前 然后接着下来 把椅子拉进来一点点 脚向外打开 就是你可以 就像刚刚一样你可以的局限 这个动作对男生也很好 因为家里如果你的阿嬷 你要叫你的公子来做 公子也是要做 男生宽都比较紧 所以一定要鼓励一下 因为老人 那个男生的老 只要年纪大一点 就有长寿病 射腹线 脚不出来 我们就要做 让他做 这个髋关节的活动 周围的肌肉也有伸展 像刚刚那个开腿 很好 好 然后接着下来 慢慢慢慢开开 慢慢开 开到哪里 是哪里 就是这样 你就是一个开胸 一个前驱 好 这是一个做的动作 然后当然你可以加码 就这样开开 开开完了以后 反正早上没事干嘛 我们就对这个身体负责任 所以两脚并容以后 把一条腿打开 这就是刚刚 你开腿以后 有一个腿曲曲 这样现在就一条腿曲曲 放在另外一条腿的上方 大腿内侧也会向外打开 膝盖内侧也会向外打开 然后也是手扶在你的臀部后侧 如果可以就扶 不行 你就是要这样 推的 不要让你的后背弯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支撑 让你的胸是上提的 然后不是去缩腰的 让那个横隔膜这一段 就是你的肋骨跟肚子中间 这一段空间是打开的 后背也是打开的 好 然后也要同样的 如果你这边做六个呼吸 你这边也是要六个呼吸 你有看到我怎么开开吗 先把膝盖打开 然后再去把腿拎起来 这样子膝盖就不会有 就会毫发无伤 膝盖就不会有被扭转的感觉 这样就很顺利 大腿内侧向外打开 膝盖内侧向外打开 你的脚跟还是要用力 脚跟还是要推 这个脚跟也在推 好 一样你的手可以放在 那个臀部的后侧 或者是扶着椅子 底的椅子 让你的身体不要 塌下去 不要塌下去 让它上来 当然如果可以手臂加码 手向前 让这个髋关节不等被打开 还有做前曲曲的动作 然后好 结束上来 再一次脚跟踩好 手臂上举 这也算收工吧 好 接着下来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 或者是继续站着坐 站着坐什么 术室 所以你术室可以 这边是墙壁 这边是椅子 然后脚跟 就是刚刚那个 脚跟踩好 你把脚跟踩在你大腿的根部 然后这个脚 一样是踩地板 你的内侧 一样也要踩下去 那这个脚跟踩 你的大腿内侧 你踩它 你不能被它这样子 这样子就没效期了 所以这里 你的脚跟踩它 你大腿外侧要结抗它 所以这个宽都会被打开 大腿内侧 膝盖内侧 就会被打开 如果我踩不到大腿内侧 怎么办 踩不到大腿内侧 绳子 就是 你可以用神 就是随便哪 有什么就用什么 你就是这样子 扶着这个 这里 如果它你只能到这里 当然 没办法 你只能踩在这里 就踩在这里 但是这条腿 地板这条腿 一定要用力 然后最重要是 你要用力 这里才会被打开 就是你的脚跟 有踩 宽就有感觉 直站 你看我站直的时候 我没有站直 我的腿是这样的 但是我开始 我的内脚跟踩地板 我的后脚跟踩地板 大腿内侧就会上体了 这个肌肉 就 醒来了 没有 我们不要 我们要有弹性 年纪大没关系 我们心也像年纪 照你的心一样的 然后身体 机能会老化 但是我们维持它的活络 很重要的观念 大家一起来努力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So easy 往往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 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 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 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